同样是吹牛可恩比德愣是把牛逼吹,成了现实生活中,吹牛逼的人大有人在,他们的唾沫心思甚至已经能够蔓延到外太空,而在NBA也有不少好吹牛逼的人,而其中的佼佼者,当属球哥的父亲拉拉尔鲍尔,在他嘴里,什么乔丹科比·詹姆斯,都远不及,他和他的儿子们,而NBA的一切记录都会最终记在他们的名下, 除了球跌之外,NBA还有一张大嘴,他就是NBA推特之王,76人新星乔尔恩比德,我们都知道,恩比德的前两个赛季,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不过这家伙在场下可是一点都没闲着,14年刚被选中就要招募詹姆斯,而后不甘寂寞的他又开始在推特上,像已经结婚的金卡戴山发起攻势, 在屡遭无事之后,恩比德又提升那吹牛的技能,他多次批图称,雷哈纳正在和他约会,并且还恬不知耻地批出雷哈纳,身穿他球衣的照片,在17年全明星前,如果他能成为全明星雷哈纳,就答应和他约会,不过遗憾的是球迷并没有买账, 不过从上各赛季开始,身体已经完全适应NBA的恩比德,开始逐渐兑现自己曾经夸下的海口,他不再入选了全明星,而且还成了首发,他说76人能拿到50胜,最终球队拿到了52胜。 位列东部第三当艾顿刚被选为状元之时,恩比德就直言会踢碎艾顿的屁股,结果在上一场比赛,恩比德以33分17篮板玩爆了艾顿,在上赛,继恩比德就说过他是当今NBA第一中锋,很多人嗤嗤以鼻, 不过之后比赛中他在和全明星中锋唐斯,小乔丹,靠心思的队位中丝毫不落下风,而本赛季他又玩爆了德拉蒙德,艾顿,今天又把浓眉哥打低找不找得,现在还有谁能怀疑他有着第一中锋的实力呢? 休赛期,恩比德放出豪言说,本赛季会是他的MVP赛季,而他赛季至今28.1分加13.4篮板的数据,以及76人13胜7户的战绩,又局非一点可能都没有。 正如他自己所说,如果最后76人能拿55胜,而他还能保持数据的话,那MVP非他莫属,同样都是吹牛逼,但恩比德却一点点兑现了吹过的牛。 恐怕这才是恩比德最招人,待见得愿意吧。